奥运冠军退役之后 成为教练 带着非常熟悉的铁狼头狼皮 不懂球的胖子 刘果然 或者从商自己当老板 理督体操冠军李明 还有奥运冠军退役之后 进入了正常 还有一个选项 到高校当老师 我现在在北大 准备去找大师姐丁宁 奥运冠军在北大交乒乓 太让人羡慕了 我读书时 怎么就没赶上这样的好事呢 今年八月 丁宁也从北大学生 变成了北大丁老师 他的课马上到家课了 让我们去教室门口蹲传 我们现在找 跟丁老师那边报道 我们现在去找他 哈喽丁老师 辛苦了 刚下课就无缝衔接接受我们才 我们一共是 每个班都是28名同学 他肯定是爆满的 对 刚刚我们在门口采访了一个学生 他就投了97个点的 先到这个课 太难了 我们和丁宁约好 十二顶下课后见 分享一起吃个午饭 但由于档期早已排满 丁宁果断放弃了午饭 直接说 不吃了 开走吧 实际上 这股拼劲 依然是当年 他在赛场上的样子 2021年9月 丁宁宣布退役 同时分享了 他考入北大读研的好消息 入学第一学期 丁宁就因为奥运冠军乒乓球课 火上了热搜 从进入北大的第一个学期第一周 你就去当助教了 很快到了第二个学期 你就可以独立上课了 因为我的导师 其实他也有教学乒乓球的这些体育课 所以对于我来说 那个时候我也很好奇 就是校园的体育课 它是如何进行的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 第一个学期我也是自告费用吧 然后就是希望能跟着我的导师 吴飞老师一起来进行一些 体育教学的这种学习 其实对于我来说 它也是一个换一种角度 换一种方式去看待这个体育 对吧 看待乒乓球 通过第一个学期的这种学习 包括总结 我也很荣幸吧 就是在第二个学期 自己可以独立的去带了一个 乒乓球的提高班的课 在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 正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所以听下来是不是就是因为 先当了读教 又开始独立上课 你就坚定决心在北大当老师了呢 我觉得确实是通过这段时间的 那个过程 然后可能让我开始对于 老师包括这样的一种身份 就是开始有了一些想法 在我第一次做老师的时候 其实同学们都会讲说 那个因为第一节课嘛 是老师和同学们相互去介绍 然后彼此认识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觉得当时就是 好多同学都说 我在这个之前 我在什么时候 我看过你的比赛 然后我在现场 然后就是如数加真的去跟我讲说 他们是怎么看我打比赛的 然后包括是怎么支持 中国乒乓球队的很多 所以说那个时候感觉一下子 就是本身是作为老师 是有一些忐忑的 有一些紧张 但那个时候我觉得一下子 好像和同学们的距离就拉近了 没想到北大的学生这么一人 就这么活泼外向 对对对 我们刚刚在门口也采访了一个你的学生 采访的时候满脸都是幸福的温小 当丁老师手把手的来教我 纠正一些比如正手凑球的动作 我觉得就非常非常高兴 平时学生跟你相处是怎么样的呢 会不会一开始觉得你是奥运冠军 有一点点距离感 我想他们在一开始的时候 会有一点这样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作为我来说 就是要迅速地和大家 打成一片 对对对 我觉得要消除这样的一种状态 可能在第一二节课的时候 比如说我走过去 本身打得挺好的 然后 太紧张了 对我站在他们身边 他们突然间就开始紧张了 然后后来我就说 不要太紧张没关系 然后其实慢慢的 比如说把手去教他们之后 然后随着这个课程的进度 慢慢的他们其实和我也就没有那种紧张感了 可能在这个一节课结束之后 一部分的同学们 他们都会过来 比如说请教啊 当然也会这个签名啊 照相啊 但是我觉得大家都很会 就是保护好我们集体 包括这个班级的这种秩序 不会说是一窝蜂的都来 然后大家都可能是比较有趣 这周啊 这几个下周 商量好的吧 可能是商量好的 对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就是 其实整体的这种班级氛围啊 一直都还挺好的 成为丁老师后 丁丁也把自己26年乒乓球生涯 所积攒的经验 清廊相授给北大的学生们 而他自己也是从握拍 站位 发球 一步步开始学起 有没有回想起当年你在国家队的时候 或者是小的时候 你学球的经验呢 会有一些回到最初的那种感觉 因为同学们其实都特别都很年轻 然后都是那种洋溢着青春的这种气息啊 同时呢 我觉得他们对于这个乒乓球的热爱 就是非常的纯粹 然后他们在练习当中 其实是非常认真 好像也让自己回想起 在最一开始 自己在接触乒乓球的时候 那个状态 所以一开始你打乒乓球 就很热爱这项运动吗 因为我起门比较早了 我这个五岁的时候 五岁的时候开始打球 所以那个时候 你可能还不知道什么是热爱 但是呢 当时我记得那个老教练 他特别会调动我们的情绪 他会比如说那个时候乒乓球嘛 就是我们分一星二星三星 对对 他就会拿出一个三星球 崭新的三星球 然后跟我们讲说 今天谁表现得特别好 特别听话 奖励 对 我就奖励你一个球 那个时候其实对小朋友来说 那个是很稀罕的一个东西 然后所以大家都会 特别努力的去做好 或者是要 今天我一定要多打几个 争取能够拿到那个球 古力士教学 对 孩子来说确实是很有帮助 对对 才五岁到哪一个地方 就跟乒乓球桌相比的话 其实可能才刚刚露些头 然后所以那个时候 其实我在小的时候 我有一个印象 就是教练会在这个球台的这个地下 铺一个很大的一个 一个这个木板 很高 对对对 然后呢我们会站在这个上面 因为站在这个上面 人才能够 这个可能球台就到这个 这个就相当于这个 上部或者是腹部 大概这个位置 这样的话 你才能把这个 动作挥开起来 对对对 听说你小时候一大爱哭 对对对 在小的时候吧 会比较爱哭一些 对对 会通过哭来表达一种你的情绪 其实我是 表达的意愿可能是 我不服气 对 我不服气 我还想再来 我希望我能够战胜对方 教练会跟你讲说 不要随便轻易地去哭泣 因为哭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它会影响你的情绪和思考 如果在赛场上 你表现出了这样的状态 可能对手会觉得说 你很弱 会让对方觉得说 他更有机会战胜你了 嗯 所以可能慢慢慢慢 你会发现 其实很多时候 在去面对胜负之后 你需要能够让自己 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保持冷静 与丁宁再次见面时 北京寒潮突然来袭 一夜皱冷 准备出门换场时 丁宁还是骑上了 他心爱的小摩托 先行我们一步 前往下一个派遣地点 原来之前摩执道平台上 流传的北大学生 在校园里偶遇丁宁击小电鱼 是无此真实 与接地气 丁零五岁开始学球 经过了一系列的选拔与训练 13岁进入国家青年队 15岁就进入国家一队 18岁 他迎来了离世界冠军 最近的一次机会 2008年的时候 18岁就在邱德巴体育馆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 观看了当年北京奥运会 乒乓球女团的决赛 现在想起当时的场景 是不是还是挺激动的 我觉得什么时候想起来 那个时候都很激动 你想在中国举办奥运会 乒乓球项目 那更是一票难求 那个时候 但是队伍当时 把仅有的几张票 其实都给了我们 特别年轻的几个队员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 可能从队伍的角度来说 他们也是希望能够 让我们这些年轻的运动员 在自己的家门口 真正去感受奥运的氛围 什么是奥运赛事 所以我觉得那一次在现场 观看了女团的决赛 其实对于我来说 就是不光是这个比赛的过程 而是在当我们获得了 最后的冠军之后 全场的所有的国人 当时都是在升旗 五星横旗的时候 都是大声地唱着国歌 我觉得那一刻 我觉得真的是被震撼 我会在想说 通过我的努力 未来有一天我可以站在 这个奥运的赛场上 站在世界大赛的赛场上 能够这个为国征战 国家在自己当场 给的特别的值 因为隔年2009年 你就拿到了自己的 第一个世界冠军 是 纵观你的26年职业生涯 其实有起有福 你也有低谷期 无论是莫斯科 还是这个伦敦的这个奥运会 其实对于我来说 都是怎么说 刻骨铭心 可能说是差一点 我觉得可能自己都要结束运动生涯 在那样的过程当中 但是也让我变得 对于自身更加了解了 慢慢的你会变成像内疚 就不会再去想说 我做给别人看 那么当我再去面对 这些过程的时候 我变得没有那么焦躁 相对来说坦然一些 我觉得当有了这样的一种状态的时候 可能我们再说我们有机会 才有机会去战胜 是一次又一次的低谷 才筑成了一个巫术的高光史课 在经历了两届奥运会之后 当时你又是女平队长了 很多人在想 你是不是可以参与到东京的人态 但是你却在2021年 选择了退役 其实在那个阶段当时 当自己成为了这个大满观也好 包括后面可能自己完成了 可能讲所有的这个梦想也好 其实那个时候你会开始有一个思考 就是说那么接下来 是什么东西去支撑我呢 什么是我的目标 所以那个时候经过一些思考之后 也考虑过说退役 是不是去转型 另外一个方面 其实在17年的时候 后来我也做了咱们中国乒乓球队的 女队的队长 所以身上的这种身份的转换 其实从此也带来了 更多新的责任和使命 那么我的目标也变得非常清晰 其实就是为了东京的奥运会嘛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2020年 其实这个全球疫情的爆发 国家奥运会也宣布了说 这个东京奥运会的延后 但是那个时候是无限期延后 那个阶段其实对于很多运动员来说 都是一个很受打击的过程 就是那一瞬间可能很多运动员会变得很迷茫 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何去何损 觉得可能让我重新又要去思考 关于未来 自己要如何去走 我觉得我也完成了我自己的使命和责任 年轻运动员也像莎莎啊 南宇啊 包括大梦啊 他们等等 也都基本上都应该说是成长了起来 也承担了很多赛事的任务了 那个阶段 然后我觉得其实自己也可以去追寻自己下一个这个人生 对 刚才榜的丁宁时 从我的角度看他 一直觉得他的身上是带着光的 当然是因为现场灯光的原因 更大一部分原因 是我觉得他身上散发着满满的正能量 他的能量不仅体现在北大的教学上 同时他还是党的20大代表北大团委副书记 今年10月他还当选了要理事会运动员委员会的委员 如此繁忙的公务 他是如何自好平衡的呢 这一点我很好奇 虽然他是有很多的头衔吧 但是对于我来说 其实他并不是一下子都出现的 其实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也是在不断的学习和不断的去积累 而且我觉得我自己始终的这种方向上面没有什么大的跨度 比如说亚务理事会运动员会的委员 他其实还是和我们运动员相关 然后包括可能说一些作为党代表也好 作为学校的老师也好 包括团委副书记也好 这些的话 其实我始终还是作为青年 然后可能说更多的也是和青年们进行交流啊 沟通啊等等 然后也是把我的一些在运动生涯的这种经历 转化成另外一个方式去和大家进行分享 众多的社会身份也让丁宁感到时间不够用 但他认为这些学习或者经历都很难得 如果在这个时期没有去经历 可能这辈子都没有机会再去经历了 所以更要好好把握住这些机会 多年来历经竞技体育比赛 偏偏训练直面输赢 锻炼出来的抗压能力和积极心态 如今也延续到了他的教学理念中 体育育人其实是不光是他的这种参与体育运动 或者是培养他的兴趣爱好 可能说我们收获更多的是在于他的预心 那预心的这个部分可能需要更加深入的 去融入到这项运动当中 你会发现其实它包含的有很多 比如说团队的合作 比如说你如何客观正确的去面对胜负输赢 包括你如何在面对一些挑战的时候 是能够调整自己的心态情绪 然后或者说你能够突破自己的瓶颈 去战胜自己 从自己现在作为老师来说 我也会在日常的这种教学 然后包括一些可能兴趣的这种教学比赛当中 让大家去感受这些东西 然后也会和大家去分享 从北大学生再到北大老师 以及众多的社会身份 并您都交出了漂亮的答卷 在中国每年有三千多名运动员退役 即便是在赛场上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一旦离开运动赛场 他们仍然急需寻找到下一个赛道 而丁宁的转型给退役运动员们提供了一份很好的范本 从五岁到三十一岁 丁宁打了二十六年的乒乓球 退役之后 他也没有放弃 而是把这份对乒乓球的热爱延续到了教学与社会活动当中 开启了自己的三十家第二人生 正如刘国良的寄予 作为乒乓人 丁宁的真正乒乓生涯才刚刚开始 很难抢 非常难抢说九十七个点才强生 你的技术有一种问题 他都能一眼给你看出来 然后给你耐心知道 有一些打得比较厉害的 或者打得差一点 会有针对性的讲 一是坚韧吧 丁老师非常认真耐心 把气 温柔 席致 自信 细心和负责任 很多网友说 想见奥运冠军 丁宁好给炸 当然我觉得其实 大家能够喜欢我 然后能够喜欢乒乓球这项运动 我是非常开心的 然后也欢迎大家来到北大之后 来报我的乒乓球课 但是我觉得每个人的梦想 然后都有他们自己的一些选择 所以遵循你自己内心的选择更好